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久违的开箱视频 就是说一到冬天 咱们这个购物就是无限的膨胀 我买了一些内搭 还有一些后外套 我觉得内搭发货速度还算可以 但是呢就是这些后外套羽绒服之类的 基本上每一件都要等个半个月 或者是20天左右的 然后咱们今天呢 先拆我身后的这些块地吧 那些没到的就等着我下一次 再给大家拍那个穿搭视频哈 这个是买了一堆袜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我买的这些袜子 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个我感觉它可能会有一点点乞求 因为它是这种毛毛的袜子 然后还买了几双这个 也是毛线袜 但是这个呢它更加的厚实一点 就是要带这种条纹的 我还买了三双这个 它是偏长一点的这种中筒袜 这家店的袜子是真的很不错 强烈推荐大家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那个脚的戒指 我那天突然看到有个女孩子戴 我觉得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它其实很像你们小时候戴着那种塑料戒指 我觉得这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看起来好奇怪呀 这里还有一个这种粉色的爱心 我感觉还可以 比如搭一些那种霉红色的毛衣的时候 这个还可以 这个好像就十多块钱 十三块九的样子 这也是啥呀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应该是我买来抽奖的那个 就是之前我有说过 穿起来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个麻将裤 而且它是这种松紧腰的嘛 所以对腰部的身材包容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是加绒的 所以大家秋冬的话 就算不穿秋裤也是足够饱满的 这个我就不拆开了 因为是抽奖送人的 完了 把这个拉链已经拿回来了 那时候我只能给它换一个袋子了 加一根 这个是一个那种逆领的毛衣 因为圣诞节不是快要到了吗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圣诞绿的 算是比较宽松的一个 因为我之前不是买过一个那种粉色的嘛 那个是要偏短款一点 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尺码的大小 这件毛衣我觉得它是那种很紧实的那种毛线 给你们看一下 感觉这样子的毛衣 它应该不会乞求吧 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应该会很显白 我等一下去试穿一下 这个应该是买的一个围巾 哦 这个不是我买的围巾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这种圣诞款的半裙 但是它真的好像围巾啊 这样子的 我感觉非常大 试穿一下 比一下 啊 就感觉很显胖哎 就很像小沈阳之前穿的那个裙裤 哎呀我感觉我不是太喜欢这个 而且感觉它这个面料比较一般 我以为它是那种毛泥的 好看的话建议买那种彩色系的 但是我前两天还买了一个同款的那个要稍微宽松一点 我还穿去露营了 这个的话它就是那种挺紧一点的 准备再买一个大红色的 这个是我买的茶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 我之前一直是买的那个乌龙蜜桃嘛 然后我这次买的这个是茉莉对茶 它就这样子包装的 它里面是一个这样子大袋的包装 但是拆开的话 它里面也是有那种独立的小包装的 就是有这种小茶包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厚外套 它是一个这种牛角扣的大衣 它这个只有领是这种 我还以为里面也是这种毛毛的呢 这个颜色是有点偏松塌色的感觉 它里面是这种夹棉的 然后是用菱形格就这样压了一下的 这件我感觉会有点大 但是我已经是买的S码了 如果这个颜色我觉得蛮好看的 那种比较高级的颜色 这个完了我觉得真的会有点大 这脉袖长好多 然后下一件是一个这种红色的 一个麻花条纹的毛衣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小一点 我看模特儿穿我以为我穿上会有点偏大 但是这个感觉还好 然后它这个跟那种大衣一样 也是有这种牛角扣的 看上去会比较有质感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它是那种很正的新年红 会带有一点点暗红色 下一件是一个这种菱形格温的棉服 这个也是偏短款一点的 它是那种奶油白色 蛮好看蛮温柔的一个颜色 它里面是有这种加棉的设计的 它穿上应该会非常暖和吧 喜欢这一件耶 我感觉这一件我穿上应该是合身的 其实我对于买衣服没有特别多的要求 我觉得能穿上是合身的就行 因为我买很多冬天的外套 它穿上都是那种 非常的宽大 口袋里面也是有这种夹棉的设计 这样子翻手进去就不会觉得冷 这件衣服我觉得它整体 不是那种特别偏厚的一个棉服 像南方的天气 我觉得穿它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北方穿的话 可能会有一丢丢的偏冷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款外套嘛 所以保暖性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我上次有一次买了一个黑色的机车外套嘛 这次又入了一个这种的 就会很复古 很有冬天的那个氛围 它这一件呢 里面也是这种毛毛的设计 它也是有一个这种高领的设计 它的领是可以这样扣起来的 保暖性会比较好 我上次看到评论里面有个女生问我 穿上这种高领的衣服怎么样防止 那个粉不会蹭到衣服上面去 我觉得这个真的防止不了耶 冬天的话 我一般就不会画脖子上面的色了 这件我觉得它是那种比较偏厚实一点的 这个搭衣窗这种棕色的靴子 应该蛮好看的 它是一个这种棕色拼卡其色 我真的累了 这个应该又是一个大衣服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粉色大衣服 双十一买的 现在等了差不多有20多天了 这个小红色上面很火的 我看好多人都买了 希望你会让我失望 它这个粉叫做三文鱼粉色 真的蛮像的 没啥色差 我跟你们说我为什么买这件大衣 我很喜欢它有个设计 就是胸前这个位置 有点夹两件的感觉 感觉里面还穿了一个这种衣服 你可以把扣子扣在这一层 也可以把扣子扣在这一层 会比较有设计感一点 而且这件大衣它是一个这种双面泥的 双面泥的在一般来说会更保暖一些 但是价格会偏贵一些 它不会特别的厚重 你摸起来感觉它是薄薄的 但是穿上是非常保暖的 扣子上面就是这种棕色的小扣子 整体是一个粉棕色 喜欢 它这个衣领之力还是这种的 有一个小小的设计 这件它是有两个版本 它是有一个高端版的 还有一个平T版的 应该是用的那个面料不太一样 我买的是XS 我没看到它还有个XXS 我是11月2号的时候买的 原价是768块钱 买成685块钱 差不多便宜了 80块钱左右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些 一个这种条纹的毛衣 因为我有刷掉一个 因此让它薄住 但是它穿的不是这个款式 它穿的是一个开衫款 感觉蛮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黑白条纹的毛衣 它是一个这种高腰设计 下面是这种会比较显腰细的 这么一个设计 就会偏紧一点 但是这个毛衣 我个人感觉没有非常的厚实 如果你想要一件那种冬天搭配大衣 穿起来不会显得很臃肿的毛衣 那你就选这一件 虽然它肩膀这里有一个 像泡泡袖一样的这么一个设计 但是穿上绝对不会显得很臃肿 因为整体面料其实是算偏薄一点点的 这个领口也是这种 偏复古一点的小方领设计 这一套是一个红色的羊羔毛套装 下半身是一个这种短裙 它是这种毛绒绒的材质 然后有两个这种小包包 上半身是一个这种小歪套这样子的 它其实不是那种非常厚的羊羔绒 这个还是可以当内搭的这种厚度 外面穿一个那种黑色的大衣 去吃饭的时候到室内就把它脱下来 露出这样子一套 就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套装 这个它因为是一个原理嘛 我觉得可以搭一个那种白色的围巾 这种像呼应一下 下来是一个棕色的包包 我感觉冬天买这种棕色系的 其实会比黑色更好搭配一些 它是一个这种千鸟格的 就这个大小我觉得刚好合适 就不会大得非常夸张 小个子女生也是可以驾驭的 那这个里面有送一个这种小小的包 然后里面是这种材质的 因为我都是买来搭配拍视频嘛 所以这种包都是选的那种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不会特别的贵 质量也还说的过去 就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线头 这家店他们家的包包 一两百块的那种 我好喜欢这种包装的 有一个拉链可以直接拉开的 感觉很高级 而且拆起来也比较方便 看这个我买的那个绿色的毛衣 这件它是这种的 哇这个颜色我喜欢 这个也是那种比较厚实一点的 同样的它也是有这种扣子的设计 但它这个不是牛角扣 它这件毛衣叫做清明汽水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刚刚视频开头的那件毛衣 这一件是这个颜色的 会有点那种草绿色的感觉 这两件颜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两件都是比较显白的 这边这一件要深色一些 我刚刚拆漏了一个快递 这个是我买的发皮 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买了一个黑色 还买了一个那种粉紫色的 我那天是带了一下粉紫色 那确实是不太新 这个黑色我试一下 这个戴的头顶好奇怪 我那天晚上刷抖音的时候 看到有个博主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颅顶太低的话 那你就买一个这种大大的发菇 它就会增高你的颅顶 然后我就买了结果 这个不能退 我说它这蛋好差呀 它是用那种浇水粘在上面的 真的真的好累哦 真的好累哦 主要是这些东西真的都很大件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 这件也是一个大衣 但是呢它是一个这种灰色的 这家店它是专门做小个子的 我觉得这一件它是一个那种 比较有气质的颜色 灰色当中又带着一件一件那种燕麦色的感觉 这件也是一个双面泥打衣 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小翻领的设计 说起来真的很顺化 果然贵一点的衣服就是不一样 这一件我穿上大概在我小腿的位置 我觉得这一件质量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路 好那我接下来就去给大家 换上我的新衣服展示 这一套我个人感觉就是比较有 圣诞和新年的那种氛围 衣服上面的这三个包都是真实的包包 可以装口红或者是纸巾之类的 但是手机是装不进去的 它上衣这个部分是有垫肩的 但是它这个裙子对我来说腰围还是有点太大了 可以看到就大概大这么多的样子 这一件毛衣我感觉会比较适合像我这种 股价偏小体型不是特别好看的女生 因为它这个领口是这种方领的设计 加上它袖子这个位置 就会让你的肩膀看上去是那种直角尖的感觉 袖子这里也是 手肘以上都是这种稍微宽松一点的 手肘以下就是这样子比较修身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冬天穿那种小板型或者是袖口比较紧的大衣的时候 也不会显得特别的臃肿 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衣服上半身这里是这种横向条纹的 所以我感觉它可能不是太适合本身上半身这个位置比较壮的女生 我就给大家搭一件大衣看一下 我选了一件袖口这里不是非常宽松的 大家也来试一下 因为冬天的大衣基本都是这种橙色的嘛 所以里面可以适当的稍微有一点点的花纹 不管是这种横条纹还是那种菱形葛纹都可以 然后这里再搭一条围巾 这件清明汽水的毛衣 因为我现在是晚上拍的嘛 灯光都会有一点点的偏黄 所以我觉得拍出来它可能会有一点点色差 然后我又配一条这种墨绿色的围巾 搭了一根刚刚买这个包 刚好和这个衣服上这个扣子相呼应 而且我感觉这个毛衣是真的蛮显白的 就是我肩膀太窄了 所以这种单肩包就老是滑下来 喜欢这个包包 这个毛衣我感觉版型还蛮适合我 就不会说特别的宽松那种衣裳也很合适 就不会盖住屁股 我感觉这个牛仔裤跟这个毛衣非常的搭 就两个都是那种比较偏复古一点的感觉的 昨天我发那个视频里面好多人喜欢这个牛仔裤 它版型蛮好看的 就是我穿的话腰围会有一丢丢的大 可以看到我后面是有把它稍微这样卷一下的 现在没有鸡皮在 但是它不会往下掉 然后我现在搭的是这个灰色的大衣 觉得这样子看着就是会感觉比较有气质 这张这件毛衣感觉立刻要过年了 非常的喜庆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穿这种红色的衣服 整个人感觉立刻变白了一个度 喜欢 它是这种麻花纹路的 看上去就会比那种普通的毛衣要有质感一点 像这种毛衣好就穿个一年两年 基本上都是会乞求的 因为毛线这种材质它本身就比较特殊 下面我搭的是我刚刚说像围巾的那条得子裙 它穿上要比拿在手里好看很多 因为拿在手里它就是那种软塌塌的没有形 但是其实上身之后它是有那种百折的 所以还是比较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和这个红色的毛衣非常的搭 这样子看的话 这一百多块钱花的还是值的 这有些衣服真的要上身试穿才知道 我刚刚拆的时候感觉这个衣服会非常的宽大嘛 但是其实我上身试穿之后发现还蛮合适的 而且它这个袖长也是刚好盖住手指这个位置 不会说特别的长 而且这个牛角扣看上去就很有学院风的感觉 衣领这里是一种毛领的 不过它这个衣领是不可以拆卸的 我个人感觉如果能够拆卸下来的话会更实穿一些 因为这个衣服它整体颜色是比较暗的嘛 所以里面我就搭了一个这种亮色系的丽领毛衣 不要露太多出来 这样子露一个领的话 看起来会比较亮眼 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 然后为了相扑印 我搭了一个这种毛茸茸的绿色小胯包 它这个材质刚好跟这个领的材质是一样的 然后颜色呢又跟我里面的衣服是一样的